当我们遇到刑事案件以后 有的家属呢 非要找一名律师 那么找什么样的律师才不会被骗呢 今天呢 我又告诉大家找什么样的律师 律师这个行业呢 有好几种 有刑事的 有民事的 有经济的 有企业法律顾问的 等等 当然还有不占少数的 万金油律师 就说呢 他什么官司都敢接啊 如果说 明明他是一个刑事案件 却请了一个几乎不做刑事案件的律师 那肯定什么作用都没有 一个人他在某方面的经验 他越丰富 他说明他在另一方面的经验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呢 不是请律师没有用 而是说没有请对人 人对了啊 才能办对事 人不对 只有被骗的下场 当然了 专业的刑事案件的律师呢 非常少 所以呢 找律师的时候呢 一定要睁开自己双眼 仔细的辨别 才不会被骗 晚上七点直播 点个关注